富豪罗利岛更多细节曝光 表面堪比天堂 实则是暗黑地狱 前几天 我们说了色魔富豪杰弗里艾波斯坦肮脏的罗利航班 现在 他的私人岛屿 近犯罪基地的小圣詹姆斯岛也曝光了更多细节和照片 艾波斯坦把众多位成年少女们哄骗到这个岛上发生关系 并请他那些政商界名人朋友到这里消遣祥乐 因此这座岛也被称为罗利岛 到了岛上以后 艾波斯坦会让工作人员在岛上各处播放冥想音乐 自己则赤裸上身 穿着短裤拖鞋 和穿着暴露或全裸的少女们晒日光浴 在泳池和海上玩乐 据一位在岛上待过的知情人士透露 岛上的几乎所有设施的细节都是为女性所准备的 卧室规格堪比五星级酒店套房 面朝大海 所有装品也是最高端的品牌 柔软厚实 质量上乘 曾有艾波斯坦在罗利岛的员工证实 Less Wexner不光多次自己光临罗利岛 有时还会带着维密超模一起登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时还会带着维密超模一起登岛